佛说人活在这个世间 不去侵犯他人的妇女 心恋不歪斜 如此可以得五种善报 一则第一不会省失金钱 二则不会害怕陷官 三则不会惧怕他人 四则得生天上 七天上育女为妻 第五从天上来 从天上下生人间的时候 出生为品性端正的妇女 现在见到有些妇女 五官端正荣之娇美的 现在见到有一些人 端正美好的容貌 都是他在宿室里面 不侵犯他人妇女 所激的善恶 所得的福报 人都在这个世间 放荡邪影 侵犯他人的妻女 如此将遭受五种恶报 第一家庭不能和睦 经常损失钱财 第二为自己献抚的官吏 常受鞭杖刑谎 第三自我欺骗 自身常惧怕别人 第四死后会堕到泰山地义 受罚受惩罚 身体常抱着赤红的铁字 这是侵犯他人妇女 的人所应得到的灾祸 如此刑法要经过数千万岁 就是要经过数千万年 等到刑期完毕以后 才停止 第五 从地义惩罚之后 往生出生道中 出生道中的鸡腑鸟鸭等群类 行淫荡之事不避讳母子关系 就是这些鸡 野鸭 鸟 他们在行淫荡之事的时候 是不避讳母子的 也没有节制 也没有节制 那么马之道礼节 马尔之礼 燕子会守真 燕儿他们公燕跟母燕本身 这个会守住礼 跟守住这个节操 所以这马尔之礼 燕儿守真 他们都守信跟知道节制 但是鸡腑的 就是鸡跟野鸭的这种盈利行为 却不知道节制满足 这个都是历世以来 所造的淫荡的罪业 清换他人的妇女 所以才受身为 击辅之身的报应 并且常被人 喷煮吞食 如是尝受痛苦 实在燃以严禁 身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